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個盤後網路電視 我是瑞源頭 附身在水龍 加選指數今天漲了76點 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這一波從9014到今年的高點 953的漲了400點 我相信我們這個行情的趨勢完全正確 我們抓得很精準 我相信如果說你有持續看我們的這個盤後的網路電視 這一個多月從見到低點9014以來 我說什麼?反彈沒有量在下 我說這邊是一個萬點回撤最佳的一個回檔洗盤的一個 後面就從這邊移路上來了 因為我們每天幾乎盤後都有這個網路電視 或許你可以從8月初8月1號2號之後 一直看到現在 我們每天都有節目在這個網路上 看我們的講法是不是從這邊一路跟你堅持 要往上看 一直到現在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基本上對於這個行情我還是沒有改變 還是往上看 但是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今天的一個缺點是什麼? 這個量沒有出來 這個量不到900億 沒有出來 所以它是大盤上漲中唯一比較瑕疵的地方 為什麼我說唯一比較瑕疵的地方? 其實如果說從其他面向來講不管是從國際股市 或者是從整個全資股結構的狀況 我認為都是不錯 那我今天再來跟大家講一個東西叫做融資融券 如果你去看融資融券 其實它已經在這邊有一點點醞釀 嘎空的味道 你看這邊是一個融券創了一個怎樣? 波段新高 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那你看喔 基本上在這邊 放空的人 長得是白點 放空的人有沒有賺錢? 一定沒有 所以這個行情我再給大家細部規劃一下 我自己個人認為 量不夠不太容易大展 可是它有可能在這邊進行一個怎樣? 橫盤整理 大家請看這邊喔 這根量 1500億 所以基本上大概9550 不太容易一次越過 9550 這一根的高點 可是下面你去看這一根季線 9343 大概接近9350 所以我預計 短線會在9550到9350 這200點的區間震盪來穩 這個是在量不出的情況之下 你不要寄望它會有大跌的狀況 不會 我認為橫盤在這200點區間整理 當然有股量就直接供了 那這個量當然最好是1200億 因為之前的量能在這邊已經有怎樣? 1159億 所以你後面 今天當然過高有一點量價背離 可是你要化解量價背離就是只有在補量1200億 所以後面你只要看到1200億就是一個攻擊的區 那沒有量 放心啦 也是在這個區間整理 這個季線就具有非常強烈的支撐 你要跌破9350我認為機會很大 所以任何的震盪拉回你都應該要正向看待 然後去選取下一階段有機會往上的一個股票 然後你來看 這個行情為什麼我們可以掌握這麼精準? 上市的部分我相信我們的規劃你都看到了 那你來看上市的部分 上市的部分如果說你還記憶猶新 上櫃的部分如果說你還記憶猶新的話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就是在上櫃的部分 我們有請大家在這邊不要去做殺低的動作 時間點發生在哪裡 來 這是上櫃 一路跌下來 大家請看這個低點 指標有沒有過?沒有 然後你再來看 8月21號 指標 連續兩次沒有破底 可是指數破底 這是標準的什麼? 貝離 KD值貝離 所以在8月21號以前 我也跟大家講說你持有中小型 因為上櫃股票 上櫃代表的是中小型的股票 你也不應該在這邊殺低 然後你看喔 經過了1、2、3、4、5、6、7 你看 強彈了7天 強彈了7天 那指標股一定是在這個嗎? 有沒有? 亮燈嘛 我不是叫你去買這個跌生的股票 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把它當成指標 它即便在爛 連跌19根 可是該要平凡的它要不要平凡? 要往上平凡 所以我當時又跟大家講說 你手中有一些套得很深的股票 它都有機會往上去做反彈的一個機會 這個叫上櫃 這邊二度貝你叫你不要殺低嘛 月季線在這邊 至少它談到月季線 不過你再來買 再來換 但是如果回到上次的部分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它已經占上所有的決線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假設你的股票是偏上市比較中大型 我認為是不用 應該是可以持股續報 那上櫃的部分 當然之前我們在8月底做不要殺低 等反彈到月季線不破 你再來換股操作 那至於選股的方向會在哪裡? 我相信在前一個禮拜 我們有跟大家提到電動車的部分 因為美國的Tesla創了波段的新高 創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你來看 國內有一些個股 這個叫貿易 它是不是創了波段的新高 你來看 突破下降壓力線 突破下降壓力線 所以它有跟上美國Tesla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按照美國的Tesla這個走法 我認為電動車可能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相關的供應鏈 第一檔就是366的貿易 然後你再來看 這個叫核大 核大的部分 可不可以你看 你看這個東西進來了 然後你看這個均線糾結 均線糾結 有沒有均線糾結 然後突破呢 今天等一下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有沒有機會挑戰這邊 肌肉相當高 那這一檔是我們有代表會員下去布局的一檔 因為我們已經看出來 Tesla它是具有長線爆發力 那更何況 電動車如果是一個長期的未來的趨勢的話 那我認為相關的這個電動車 你都要去做一個流域的動作 這個是兩檔 一檔子也不冒 一檔子很大 那當然相關的股票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 這個叫做美琪碼 這個叫做美琪碼 那美琪碼為什麼很重要 大家去想想看 電動車會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電池的需求 電池的需求 因為一台電動車需要好的電池的一個配備 它才能夠走得遠 那電池的一個部分的話 有分正極材料 負極材料以及電極力 美琪碼它就是做正極材料 正極材料 那基本上如果說 就TESLA概念來看的話 本益比20幾倍 22到23倍 那你來看美琪碼 上半年賺了0.9 整年有機會達到2塊 本益比不到20倍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去留意 因為它現在也站上所有均線 也站上所有均線 那你看喔 季線的部分 它還是往上趨勢 所以這檔股票其實在未來 如果說電動車這個體態有發酵的話 你可以去做留意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講說 中概股的部分 因為時序已經進入到9月份 10月份 所謂的金九零十 中國內需的一個需求 最大的一個時節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拉上漲 這一檔叫做4137的股利峰 它為什麼會拉上漲 你都問你看喔 這一段也跌得很慘 因為它是4E開投 所以被生技股拖累 那我說了 連基亞都可以平反的話 這一檔跌得非常深的股票 它也有機會平反 那更何況你去看喔 它在上半年的業績坦白講 讓市場有一點失望 因為它只賺了4塊半 可是如果按照它今天出來的消息 說下半年可以賺到12到13塊 那代表下半年它要賺到 7.5到8.5 那是不是比上半年還要成長 這個消息或許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動作 我給大家看它的一個財報 2.41、2.1 大概只有4.5 4.5 可是今天的消息出來 是它整年要賺12到13塊 我們用12塊來推估 12塊-4.5 那下半年要賺7塊半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你去想想看 上半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它財報不好的原因 就是人民幣貶值 所以它的獲利有一點點提力也虧損 可是最近的人民幣 它創了一個這個升值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下半年有人民幣利益的回充 所以我會認為它是有機會讓它的獲利整年12到13塊 那如果說按照生計股12到13塊的話 生計股動輒本益比20倍以上 它有沒有機會回到這邊 你先回到這邊 這個就值得你觀察 那當然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說 中概股的部分一直跟大家提到的是這一檔 2929的逃頂 對不對 你看喔 整理 可是你看喔 上個禮拜我見低點之後 今天反彈 而且反彈的時候 右陣上所有的均線 那這個均線也開始有一點點糾結的現象 那它現在只差了就是一根中長紅的一個突破 一個突破的話 這個底部就成形了 這個底部就成形了 那這個底部成形的話 配合時間點 我剛才也跟大家講 進入到9月份、10月份 有機會配合中國內需的旺季 然後往上 那像類似我們剛才跟大家講的 電動車中概股的部分 都是接下來你可以留意的一個表演 那當然LED的部分 也是我認為下半年看好的一個主局 那當然因為今天的時間有關 在這邊再追溯 後面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在細細的跟大家講說 一些個股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其實行情不用太擔心 我認為它還是邁向外點 這邊的拉回的布局的一個好難點 那投資人應該要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今天先進行到此 我們今天再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時尚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